高清解密 高清解密 今天呢 有些什麼要說呢? 我們想說疾病的陰謀論 但是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說了 最近有些什麼特別的病 就是沉積了一段時間 之前我也說過H7N9 很難讀 他之前懷疑會傳到香港 最近就真的傳到很近了 去了廣東省廣州對上 少許惠州的位置 已經有確診個案 還有之前是說不會傳染 人傳人 但是現在也證實有機會 真的是人傳人 所以就 還有這個病是沒有疫苗的 已經都說了最快言製 但是他們是說沒有 現在是沒有疫苗的之後 可能是說 可能會打些 例如可能是流感的那些針 可能看看會不會幫到手 或者是儲備多些特民福 政府方面 當然 大家千萬不要自己買 特民福 特民福是醫生註冊 要給醫生指的時候才買到藥 不要亂買 當然就是亂吃 因為這樣會很容易出現抗藥性 到時候真的有事的時候就醫不了 是 那這幾集 之前我們講完鬼故之後 這幾集就會講一些 講一些陰謀論 有關疾病的陰謀論 第一集 就是這集 我們就會講有關 這些疫苗的陰謀論 就是現在 寶寶仔出生又會打針 嗯 每年有些政府會給一些計劃 你會打那些什麼 流感針 然後老人家又打一個肺炎鏈球菌 肺炎鏈球菌 好像叫做 對 這些類型的疫苗 有些50歲或以上 又補打一針 很多這些計劃 就不斷呼籲別人要打預防針 還有呢 不只是政府提供一些疫苗 現在其實我很多 因為現在有小朋友 所以很多小朋友的媽媽就會很緊張 因為他們不知道 疫苗對我們身體有什麼壞處 他們只是覺得 打得越多針 寶寶就越有保障 因為全部的政府、新聞、宣傳 都是這樣說的 就是你越早打 越快打多一點的針 你就越有保障 因為新聞 或者是廣告、宣傳片 都是說這個人沒有打針 寶寶也很慘 吃不到東西又怎樣 這樣 所以很多坊間外面 在診所就會推出一些五合一、六合一 就會推出你 你現在打一支裡面 有齊政府的幾多針 然後也多了幾多針 變相你的寶寶 打針沒有那麼辛苦 不用急 因為其實寶寶打針 做媽媽 你很多時候見到他這麼小 大腿仔 很小 大腿仔 對,好像你手腕那麼小 大腿仔 但是刺的針相對地很大 好像你打過你生平最大的一支針 那麼大 不是普通發燒 在醫生中打的那麼幼的針 都很大 那麼幼的大腿仔 刺這麼大針 很多媽媽都會很心痛 那麼外面的診所就會告訴你 打這些五合一、六合一 你就省下幾針 在政府上 你就可以一針 就打了那麼多種疫苗 其實 你可能覺得打針是少了 但其實你裡面有的東西是多了 因為它有很多種混雜了的疫苗 在一支針裡面就打到你的身體 其實現在不止 以前 例如 以前只會打一些基本的疫苗 現在 又會打一些有關的 例如水痘 現在會打水痘針 以前 政府沒有一個免費的水痘針 但是 很多媽媽 我想有九成的媽媽以上 都會出去帶子女 在外面打 私下診所 打水痘針 我們以前的年代 有你自己生 生了 你就沒有免疫力 但現在就不是 現在就是你自己自費出去打 但是 我也有打算被女人打 就算我今天講這個陰謀 但是我都會被女人打水痘針 其實現在我們講這些話 好不好都是一些陰謀論 但其實 沒有一個實際的研究跟你說 應不應該打或者是怎樣 這個取決你自己個人的看法 其實我們現在講的都是一些 講明陰謀論 所以大家就 聽完就算了 聽完就算了 或者你自己可以上網再看一些資料 你自己決定信還是不信 講這些水痘針 其實 水痘我就出了 我小時候在幼稚園的時候就出了 反而那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老一輩 例如我媽媽 我外婆一輩 就是 很想那些小朋友很小時候出了 例如哪家哪個小朋友生水痘的時候 特意帶自己的子女去跟她玩 是因為他們覺得發了之後 他們以前常識就不多 發了之後就沒事 比較好 但其實因為 也有醫生講 其實這些行為其實不是很好 因為生水痘其實很有機會是會令 就是會有機會引發病發症的 例如可能有發炎 有疤痕這些 除了之後還會有另外的病發症 其實 不管是家長這樣做 但是老一輩不知道為什麼會做這些事情 嗯 所以 就算單 其實 未必一定會惹到 因為我和我弟弟 就是我弟弟和我那時候都玩得很瘋 因為我們又不知道自己生水痘 然後之後就 但是她這麼大 大過十幾歲現在都沒有 那時候都玩得很瘋都沒事的 她都 不知從哪裡染到回來 但是都很小的時候就出了水痘 通常都很小的時候才出 通常那些爸爸媽媽覺得你小時候出 就沒有大過出那麼痛苦 其實是的 其實我覺得 因為有些朋友是 到現在 就是我現在十幾歲 其實到現在才去出水痘 其實辛苦了很多 因為 其實出水痘 我想起那時候真的挺癢的 又癢又不能癢 又癢又怕癢又怕癢 我真的不記得了 我都知道是很癢 癢 但是就不記得 因為那時候我癢得很厲害 我媽媽還有一些古靈精怪的 藥材煲水要洗澡 洗完之後就會止癢 就是有很多這些事情 會走來 試一下 但是 其實現在的家長去打 疫苗 其實就想去減輕小朋友 有這些疾病的機會 也會 但是其實想起身份 層次中 都是打一些東西進身體 其實 可能有些副作用 其實在我自己立場覺得 嗯 但是雖然如果 我將來有小朋友 我都會被他們打 但是 會盡 只打一些需要 就是那些 政府那些 我會打的 但是未必會再加錢 打那些 什麼幾盒幾盒 現在那些診所是有一個套餐 對 給一塊錢 可能一千多元 可能之後就會套餐 包了這麼多支 可能十幾支針 包齊 然後就銷售給家長 對 我有些擔心 在將來 這個情況 再繼續 越來越激烈的時候 有些套餐 我不排除 有些診所會推出一些套餐 出一些自助餐 就是多少錢 就任你打 那些 如果退到這個情況 就更加失控 我覺得會 其實現在也有些失控 現在 它的套餐是很厲害的 例如 可能是 不止政府那些 然後之後 又會打一些 就是每年的流感 又包了你 或者是那些 那些 什麼鱗臟病毒 又包了 就是有些政府 那些不包的 都包了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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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 打這麼多東西 在身體 其實 打的時候 真的有沒有想過 那支東西 裡面到底 是什麼 或者到底包些什麼 都會不會有些 除了可能會預防到那種疾病 但是會不會又引申了另外一種問題出來呢 是 其實有很多陰謀論 就是 一些 就是不是主流意見 就是另外一些人的意見 可能會覺得 嗯 打這些疫苗 未必 就是有幾個說法 有些說未必可以預防到 嗯 有些說就覺得 可以預防到A的疾病 但是有機會引發到B的症狀出來 嗯 就是這些問題是 是有的 一直都在討論著 嗯 而且呢 其實 說真的 研發一個疫苗 是需要很長時間 嗯 例如是 十年或以上 因為有很多試的時候 你就要 研發完之後 在老鼠上試 然後可能在類人形 例如是 星星 接近人的動物上試 然後再在臨床 就是找人去試 嗯 這些過程 超過十幾年的時間 研發 或者甚至是這些 其實還有很多未知因素 因為你可能試了 某一類型的人 但是可能 另外一類人的 身體情況 不同的時候 打下去 又未必會 會不會有 一些副作用出來 所以就 有很多科學家 都有一個 疑問 還有前陣子 前陣子 是不是之前 有個叫做豬流感的病 其實那時候 是很快就說有疫苗 是 時間是 可能是 那時候是 美國 那邊有 墨西哥那邊有 那些病症 其實那邊出了 沒多久就說 半年鬆一點 就開始就說 有藥廠說自己 研製到疫苗了 那其實是一個 說真的 在疫苗研發裡面 其實是一個 超快 光速的速度 研發出來 那 是人 聽到都想到 可能他有些工序 是簡化了 或者是 沒有去 沒有去 做清楚 可能他有些 的測試過 如果試驗是不夠的 那這些都有的 那 其實之後 還被人看爆了 其實是一個 這個疫苗還沒有完成的 是一個 就是 做了出來 但是 成效是 沒有足夠的數據去支持的 那 但是 那時候的情況 是很多人 已經去打了 因為那時候還有 Sell 來香港的時候 其實是 是鼓勵所有醫護人員去打的 那時候 新聞的時候也有說 還有 是 叫一些 長期病患者 小朋友 或老人家 去打了 那就可能去 去防 這個 疾病 那其實 雖然 那時候是 但是 其實那時候 很多醫護人員 其實都知道 這個疫苗 是沒有去到 最後 即是沒有完成 所以其實 香港來說 很少人打 那時候 都有人 來Sell 即是有些診所都會Sell 你打 那 另外 其實 這些疫苗 那時候 我看到一些資料在網上 講有關這些疫苗的時候 其實 例如 豬流感 豬流感 這個 這個疾病 其實 即是 現在叫豬流感 但其實 症患病是 H1N1 其實 那時候 其實 是 在歷史裡面 那時候 在 我記得 西班牙的時候 其實一次爆發過 那時候 美國的總統 是有下令去 去買這些疫苗 結果 其實 其實是 挺慘的 因為 病死的人 是 少過 因為打疫苗 而產生的 這個 副作用 那時候 為什麼有 副作用是什麼 就是 吉巴士綜合症 其實 我們 香港 就好像 有一些個案子 但是 台灣是有個案子 其實因為 其實最近 就是 那時候 就是 因為打這個 疫苗 而產生的 這個病症 那個病症 那個吉巴士綜合症 是什麼呢 就是說 是 令到 在一些神經的問題 神經 即是 身體神經線的問題 那 最後是 會令到 那個患者 是 全身 坦了 那 香港是 有 那個案子 最後是 因為這個原因 而出現 這個 巴士綜合症 但是 幸好 香港 之後 慢慢 是復原了 但是台灣那邊 我記得 好像有兩個 的案子 是 那時候 最後是 活動能力 有影響的 其實 在之前 的時候 已經是 就是 很久之前 在西班牙 那時候 已經是 有出現 這個案子 那時候 都有疫苗 但是 可能 疫苗 之後再改進了 改進到 我們幾年前 打的 但是 都是個問題 例如 打完疫苗 可能會不會 又會出現 這樣的 我們叫做 病發症 安全是誠疑的 但 其實 網上有很多資料 就說 有關這些 疫苗 會是一些陰謀論 例如 會不會是因為 會 又會導致一些 神秘組織 有關 人口操縱 操縱人口的 數字 例如 透過疫苗 去 減少 這個 世界的人口 例如 會不會 疫苗產生副作用 或者是 疫苗會令到人不育 而有很多 這樣的個案 去 在網上 會有人說 其實 這些 眾說紛紜的事情 就很多 另外 另外其實 例如 我們吃藥 這些藥 藥 或者疫苗 其實都是一些 就是 打了就好 或者 吃藥的時候 現在人 吃很多藥 例如 感冒 可能 有一點傷風感冒 就拿些感冒藥來吃 然後 又吃很多 補充劑 或者是 特別現在 就算 媽媽有了 寶寶 又會怕 寶寶不夠營養 又吃那些 任父的 一些 補充劑 豬門火 那些 又有 寶寶的小朋友 可能 又怕他吃不飽 不夠營養 又加些 什麼 鈣片 魚乾油 很多 去到大 的時候 可能 又說 減肥藥 又說 燒脂 有很多藥 其實 吃完 吃完 這麼多藥物 其實都是 可能真的有效 但 會不會有效之餘 就會有 另一種影響 也是一個問題 嗯 之前也有報道 就是 現在 很多人 都覺得 維他命C 就會幫到 我們的身體 抵抗力 那些人很麻木地 又要喝飲品 又要喝很多 維他命C的飲品 又吃很多維他命C的藥片 其實 研究 報道 都出來了 就說 吸收過多的維他命C 都是不好 而且 多了 其實你的人是不吸收 你都是去回 你的腎臟 肝臟 那些地方 所以其實 吸收過多 也是 傷害你自己的器官 都會 Galice提起的那件事 其實可以多說一些 其實 之前有些 政府部門 好像是消費會 做過一些 產品的調查 市面上 某些 聲稱自己 很多維他命C的飲品 無論是有氣飲品 無論是有氣飲品 或者是有些 有些 檸檬 或者有些 特別加上 維他命C的飲品 就說 超標 甚至是過百倍的 其實是 維他命C 適量是有益的 但是如果過多的話 是會影響 就是剛才說 影響腎 也都是 吸收過多的話 會 令到身體內 有些機能會影響 始終很多事情 都要適可而止 例如 很多時候 你吃某一件事 吃得太多的時候 都會影響到 例如你 吃紅蘿蔔 別人說很好 說對眼睛好 但你吃得太多的時候 維他命A過多的時候 就令到人很黃 很累 這些症狀都會出來了 所以 提醒大家 每件事都要平均 其實疫苗的問題 還有另一個陰謀論 就是 為何政府要鼓勵人們打疫苗 其實是 有一個 就是有些的陰謀論 說 會不會跟 政府和藥廠 是有一些交易去 負責 去銷售這些疫苗 希望人們打 那些人去打 就自然要買 要買就藥廠賺錢 其實有一個商業的陰謀論出現 其實是說 例如 可能是說 其實 通常打疫苗 就是有某些病症發生 就是疫症 例如可能 某一種疫症是從雞泉出來的 我們經常都 香港經常都有 會銷售一些人 例如 可能是 要去 買一些疫苗 可能會跟家禽去注射 例如那些 雞場的老闆 但是 那些 雞打了疫苗 不生病了 但是雞裡面自然 如果打這麼多疫苗的時候 到我們吃的時候 就把疫苗都吃進肚子 這樣又有影響 但是其實 以往 我們所說的雞的流感 俗稱一句就是 發雞溫 其實以往都有 在以前 以前可能 四五十年代 在內地的時候 都有發生這些事情 但是為什麼不會規模大到這樣呢 其實 那時候根本沒有疫苗這件事 現在好像打了疫苗之下 更加好像 每幾年就有一宗 每幾年就有一瓶 那其實會不會是 那些疫苗不單止影響到人 也可能影響到動物 會可能造成它更加容易有這種病 也不奇怪 或者是病菌更加多的抗體 然後令到它又更加厲害了 會有一些抗藥性的細菌 對 也是 還有它現在 例如它現在 有這些 疫苗 不單止現在 不單止是傳染病有疫苗 甚至是 一些病菌 病菌 病毒 總之有些 病例如 甚至子宮頸癌都有疫苗 現在 就是說 那些 應該是病菌 對 某一種病菌 可以 令到它不會有這種 給它抗體 不會受這種 病菌的感染 不會有某些癌症 其實 這些疫苗 其實 有時候 可信 現在多到的程度 是有些 如果是作為一個家長 或者作為 作為一個家長 看到這麼多這些 宣傳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去打 但其實 想心一層 其實是需要去打 始終是 你放些 不知道什麼 在身上 你又不是很清楚 那些疫苗裡面的 成份 現在很多家長都是 打就是 有就打 有就打 都不會知道裡面是什麼 譬如我有朋友會打來 你女兒打不打 這個什麼 六合一 五合一 我問她 六合一有什麼 五合一有什麼 她是不知道的 一個家長 打來問你 打不打 她自己想打 但她是不知道裡面是有什麼 雖然我都會打 譬如水柳針那些 但是我起碼首先會 看看你另外有什麼針 我真的 其實有沒有需要打 譬如流感針 流感什麼 月型 什麼型的針 我是不是真的有需要打 那 我會看回 譬如流感針 我就未必會跟女兒打 嗯 因為其實你 雙風 流感 這些都是一些小病 不是一些很大的病 那其實有得她 有時候 病一下雙風感冒 我又覺得是可以 還有她病一下 日後她自己抵抗能力都會提升 所以我覺得這些我可以接受 是的 可以不打 是的 因為現在就是因為太多藥 太多這些什麼藥 很多時候 你小小病痛就吃藥 那吃藥的時候已經幫了你又 令到你的身體抵抗你越來越差 對 尤其是小朋友就不用每次吃藥 譬如我現在 女兒有時候 男士都會聽到她睡覺避寒 有一點點鼻塞 其實BB仔正常沒有鼻塞 除非你是大人 有其他毛病 BB仔小時候正常是不會有鼻寒 如果你聽到她晚上睡覺避寒 其實可能她有一點點感冒 但你沒有發現到 即是可能有時候一兩個黑癡 你以為她是敏感 有些毛有些塵 可能其實她有一點點感冒 那就不用帶她去看衣服 不用特別任何東西 不用帶她去吃藥 你任由她自己繼續玩 除非她沒有胃口吃東西 正常吃東西正常玩 就多睡覺給她休息一下 其實很快 即是小朋友很快 幾天她自己會好 即是我女兒也是這樣 自己會好 日後她就不會那麼容易生病 因為她已經有一些抗體在裡面 亦都打過仗 這些細菌 身體會懂得去應付 下一次 我們說了這些之後 再說一遍 剛才提到豬流感 即是H1N1 其實她這種病是有陰謀論的 因為主要爆發的時候 就是在墨西哥和印尼方面 比較熱的地方 那時候 就說這種病毒 其實她去得來 即是來來西洶洶 即是很快 就很嚴重 但突然之間 即是沒有了 其實是 走得很奇怪 另外 有人有陰謀論指出 就說這個其實會不會是一些 生物的襲擊 即是甚至生化襲擊 就是某一些實驗室 她做了一種病毒出來 可能她做實驗的時候 不小心 放了出去 那就大件事了 那就是我這樣的 即是這樣的陰謀論走出來 甚至有人說 這個是目的 就算有人說是有目的 而放這種病毒出來 其實原因就是要重新啟動 去建設美國 因為那時候 其實墨西哥和美國很接近 但不知為什麼 墨西哥很多人有這種病 美國好像沒有什麼事 那時候 所以有一個陰謀論講出來 還要說這種病毒是人為製造 陰謀論說 亦都說過集中的死亡率 集中在墨西哥 在墨西哥裏面主要是年輕和壯年的人 多數死亡人都是年輕和壯年的人 亦都有人說 即是有陰謀論傳說 那個源頭就是美國的養豬場 所以就說是在那裏弄出來的 所以就越來越多陰謀論 之後還有說過 這個是種族的指向 即是一種生物戰是 專注於某種族的人才會發病 就說這樣 但就說 另外還有一些好笑 其實我看完之後 就覺得很誇張 有一點誇張 即是病毒這麼聰明 可以在哪個A種族 就會發B種族 就會沒事 好像電影感覺了一點 那另外 其實那些病毒的陰謀論 都離不開 要不就是藥廠自己製造出來 然後賣一些藥 令到自己賣到一些藥 去獨家賣一些藥去治療一種病 現在是政府搞出來 對 就好像當作武器 放在一些國家裡面傳播 離不開都是這些 要不就是人口滅絕 其實離不開的陰謀論 都是這幾點 是呀 所以就是幾 就是 到底是應不應該打這個問題 就真的爭了很久 就沒有什麼結果 其實都不知道 其實在我自己的立場 我覺得是 某一些是需要的 例如可能是 德國麻疹 或者 白日咳這些很基本的疫苗 打了很多年了 可能是七八十年代的時候 已經在香港打到現在 現在都好像沒有什麼特別事情發生 我覺得可以給小朋友打 但其他還有什麼 剛才提到的什麼計劃 那些幾合一 那些反而我未必相信那些針 所以我減少打 我覺得大病去打是可以的 例如肝炎那些針 我都覺得是可以的 但是小誒 你自己都懂得傳遇 那我就會有些疑問 例如感冒流感針那些 是呀 那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繼續講 有關這個疾病的音樂論 拜拜